开启健康之门第二季是由Kinohimitsu荣誉重新 Kinohimitsu所有产品均用天然萃取 并专注于排毒、健康和美容 以及提供安全和有效使用的天然产品 帮助大家获得更健康、快乐、自在 中风在马来西亚来讲还是第三高的死亡病例 高血压、高脂肪、高血糖 这三个是缺血性中风的一个主要因素 你知道吗?全世界平均每六秒钟就有一人中风 每二十秒就有一人因为中风而死 中风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因为脑血管阻塞 造成的缺血性中风 另外一种则是脑血管破裂 造成的出血性中风 那今天我们先来了解 占中风病例70%的缺血性中风 如果是跟发达的国家比较的话 马来西亚的中风发生率是比外国的高 这是因为很多因素 其中包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饮食 我们的生活方式 缺血性中风是最普遍的中风 很大都是因为我们有三高的问题 第一就是高血压、高脂肪、还有高血糖 这三个是缺血性中风的一个主要因素 缺血性中风是脑血管阻塞所造成 当脑部攻血不足 就会导致脑组织功能障碍以及坏死 最常见的缺血性中风类型是脑血栓和脑酸塞 脑血栓是由于动脑周样硬化 动脑内膜炎以及血液粘稠度高 导致血液形成斑点 使脑血管变载甚至阻塞 脑酸塞则是身体其他部位的血泥块 随血液流进脑部后阻塞血管所致 大部分脑酸塞和心脏病有关 尤其以心房颤动最常见 缺血性中风的病因很多 除了医生刚才提到的三高之外 抽烟也是主因之一 烟草中的毒素会引起血管内皮发炎 发炎后的内皮容易累积胆固醇 引发动脉周样硬化 造成血管阻塞 根据统计 每天抽20支烟的中风激励 比不抽烟者高出6倍 抢救中风患者时间就是关键 所以大家都应该学会识别中风症状 缺血性中风的症状包括了 医则肢体无力或者是麻木 医则脸部麻木或者是口角歪斜 流口水 口齿不清 视力丧失或者是模糊 眩晕 呕吐 头痛 抽搐等等 对我想问一下一般上的一个病人来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你们怀疑他是中风的话 一般上有什么检测会做的呢 当我们知道这个病人是中风的话 那么我们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所以医生就会尽快地为病人做出一个体检 所以我们会问病人他的症状 尤其是他的症状是在什么时间开始发生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症状是在四个小时半以内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黄金时间 我们需要尽快地为病神给医适当的治疗 那一般上来到这里的时候 最具的挑战是什么呢 最大的挑战就是当病人有症状的时候 很多时候他们可能是意识不清 所以我们很难可以得到一个很明确的资讯 跟那一个讲细治疗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从他的身边的人 尤其是他的家人来给予我们这些information 当每一位的这个病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身边有很多仪器的 那一般上首先要做的一些检测 有关系到一些仪器的是什么呢 最基本的时候我们会跟病人 拿他的体温 血压 心跳 还有他的血氧指数 血糖指数 中风后每拖延一分钟 可导致200万个脑细胞死亡 所以为了避免耽误进一步的治疗 初步诊断非常重要 由于中风是脑部受创 所以大部分中风患者的血压都偏高 因此患者医入院 医生就会立即关注患者的血压 并施加控制 如果血压过高 患者将无法接受下一步的治疗 在检测病人的时候 每一个步骤是非常仔细的 尤其是有关的这个心电图 那Doctor想问一下 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因为我们知道 当一个病人如果是有心律不振的话 那个就是其中一个因素 导致他可能会患上这个 缺血性的中风 因为当一个病人有心律不振 那么他就有比较高的风险 可能会有血块凝固在他的心脏之内 而当这个血块通过我们心脏的血管制 流到我们的脑部 就会导致血管动脉的阻塞 那么就会造成这个缺血性的中风现象 这个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这个是我们在三位医疗中心 我们自己所准备的一个包包 是专为中风患者而准备的 因为好像刚才我所说 我们是在跟时间晒跑 所以这一个包包里面 我们已经放了所有我们会需要用到的 一些药物和他的那个仪器之类 所以当我们患者需要任何的东西 例如需要给溶酸的药物 或者因为血压过高 需要给降血压的药物 一切都已经存放在这个包包了 所以我们可以缩短时间 不需要再跑去药物馆 拿药再跑回来 所以这一切都是为了要给予尽快的治疗 一包在手抢救中风患者不用东风吸走 中风急救包中 不但是有抽血器、输液管 各种检查工具 如手电筒以及压石板 降血压和溶酸等药物 注射器、针管等等 甚至还有手术同意书 因为在急于任何治疗前 医护人员必须先获得病人的同意 那么如果真的是发现 它真的是缺血性的中风的这个类型 那一般上你们会做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是有一个药物 溶酸药物 就是主要是为了要把那个阻塞的动脉 把那个血块给溶解、淋化掉 令血液能够再次的松松的流通 把氧气提供给脑细胞 这一个就是我们所用的其中一种溶酸的那个药物 它是会根据病人的体重来决定它的那个主要的成分 在一盒的这个药物里面 我们是会有四种 OK 所以事实上它是有每两罐是一个成分 所以这个是它的那个药物 所以这个是它的那个解容 Soluvan我们说的 就是会把这个结合在一起来混合这个药物 那我们再以病人的体重来决定 我们所需要给的那个剂量来给予病人 Kinomis Valser是一款植物性营养配方 采用了各种植物性蛋白 同时增加了HMB以及28种维生素与矿木质的补益 帮助提供热肠膳食营养需求 提供力量和活力 并有助于平衡肠道均循生态 以及促进眼睛健康 观众朋友们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荧幕上显示的二维码进行登录 以获取Kinomis Valser独家优惠折扣 这个优惠直到今天晚上12点 赶快行动吧 中风在马来西亚来讲还是第三高的死亡病例 最近的这个报告显示 中风的那一个岁数已经有逐渐的年轻化了 所以之前可能是大部分是年长者 可是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发现到 有超过40%的中风患者的年龄 事实上是少于60岁的 在急诊部我们都会为病人做出初步的诊断 急救稳定过后 我们就会把病人转介给我们的相关的专科医生 中风的患者呢我们最主要的要做的那个 就是要做一个脑部的扫描 所以脑部的扫描我们会有两种 一种就是我们做CT scan 另外一种是做MRI scan 所以当我们在这一个很紧急的状况下 我们通常都会选择做CT scan先 因为一个CT scan只需要好几分钟的时间而已 所以这个CT scan我们主要要做的就是要确定 这个中风是属于缺血性或者是触血性的 就是我们要确保病人的脑里面到底有没有血管破裂 有没有流血 所以从这个CT scan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病人如果没有血管破裂 没有触血的话 那么他的中风的原因就是因为缺血性 所以在一刻我们就可以开始跟我们的脑神经内科的专科医生讨论 到底这个病人适不适合给溶酸的药物 医生在观察CT scan的影像的时候 通常会以患者的左右脑影像来做对比 CT scan对于出血增测的敏感度很高 如果患者有脑出血 在一片灰色的脑组织影像中 出血部分就会呈现白色 如果患者已经中风一段时间 导致脑细胞已受损或者是死亡的话 就能在CT scan影像中看到受损部分呈现出焦暗沉的颜色 如果寄血的那个部位是相当大 或者是会造成你脑部伤害的话 你就需要紧急手术把那个油血给清掉 我们要知道你中风的那个面积是多大 中风的部位是在哪里 同一个时候你中风你阻塞的那个血管 是我们所谓的微血管还是大型的血管 如果是因为微血管中风的话 注射溶酸药过后通常你恢复的那个巴性率是蛮高的 可是如果你是大血管阻塞的话 所谓的大动脉阻塞 就算是把你注射了溶酸药也不一定能够恢复你的血流 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需要做所谓的那个机械性移除素 把你那个血栓给抽出来 那现在呢我就是在导管手术室了 主要这个手术室是进行什么手术呢 这个导管手术室主要可以进行任何的动脉导管的手术 例如心脏病或者是脑中风或者是其他的血管阻塞的一些手术 所以在我们身后的这一家就是我们三位 Medical Center 最新的一个导管手术室的机器 在叫IQ Clarity 所以是全马目前最先进而三位是唯一一间拥有的机器 它可以同时间做这个导管手术 也可以在同时间的做一个CT scan的images 也可以得到一个3D image 就是3D角度的那个血管的图片 所以让医生可以更准确的看到哪一条血管的情况 可给予治疗 那除此之外医生我想问一下 你们刚刚你一直提到就是导管导管的意思 它就是像一个一个管来的对不对 是的 导管就会有不同类型的手术 会需要到不同类型的导管 它就是有一条右的线条导管 好像中锋的我们就会延伸到我们脑的动脉 来找出阻塞的血管和血块 移除掉那个阻塞的血块 所以它是比较可能柔韧度弯曲性的 当医生在新导管手术室中进行手术的时候 在被大窗户隔开的另一个操作室中 其他医护人员也丝毫不敢松懈地紧盯 电脑屏幕实时观察整个手术过程 患者的各种状况以及数据都会清楚 显示在屏幕上 以便医护人员随时急于协助 其实中锋后的一个后遗症是蛮广的 大部分的病人中锋过后都可能会半边无力 有一些人可能会有抽搐 我们所谓的癫症 因为你中锋过后就删到你的脑细胞 有一些可能会有失忆的一个情况 有一些中锋的人可能会失去他们的视觉 或者是他们讲话的那一方面都可能会影响到 最重要的就是肤肩 就是康复治疗 通常都是针对病人中锋过后的后遗症做出调整 比如说中锋过后你会有咬之不清的话 我们就会训练你怎样去学讲话 或者是若是你是单边段弱的话 就会做物理治疗 强化你的肌肉的那个功能 一般上中锋的病患就是进行了治疗之后 那可能他就要进行一些就是护理治疗 那但是护理治疗呢 特别小心就是因为他们不能胡乱 就是做一个非常大的动作 那一般上你们会怎么处理呢 在病人在进行治疗的期间 他们都需要进行复健 很多的中锋病患可能会有半身不碎 就是他们的活动能力会减少 甚至连要自己从床起来 去上厕所都会有一个问题 所以在这边我们都会通过用一些仪器 例如好像这个我们叫做Maxim Move的仪器 是来帮助我们移动病人 就好像好比我们要把病人从床移动去 以致方便护士带病人到相关的部门接受治疗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很方便的仪器 可以很安全性地来移动病人 对于中风患者 他们通常都需要一个时间修复 当他们在他们的康复期 通常都会长期卧床 他们的活动能力比较少 所以他们的消化 还有吸收能力会比较差 甚至有一些会有便秘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饮食来讲的话 会尽量以清淡为主 均衡 少油 少糖 少甜 容易吸收跟消化来为主的 中风的致死和致残率相当的高 但是只要抓住抢救的黄金时间 就能够提高治愈率 尤其是缺泻性的中风 如果在三个小时以内接受治疗的话 超过50%的病患就能够康复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记中风的早期征兆 以便能及时送院就医 中风是我国第三大杀手 我国每天平均有92人因为中风入院 32人因中风而死 近年来 全球都出现了中风年轻化的趋势 全球约15%的中风病患年龄 在50岁以下 所以别再以为老年人才会中风 年轻化的趋势 年轻人也要小心 别让自己成为三高人群 应该培养良好的生活作息 保持适当的运动量 乒乓好手许朝明 在2018年的印尼残棋亚运会中 收获了南丹铜牌以及南双金牌 开始展露头角 进入大众的视线 但是他的运动员征途 其实从中学就已开始了 许朝明虽然今年才25岁 但是进入国家队已经有10年 每年365天中 他有360天是在训练中度过的 今天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许朝明的运动员生涯 以及他如何克服征途中的种种困难 我长期的部位是在我的手指还有脚趾一点点 就是其他的部分全部都没有问题 就是我的手就是天生 就这样子 从我三四岁五六岁开始 我学用筷子啊 我学习做任何的事情 对我来说就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就可能我已经习惯了 就可能正常人有五个手指 做这样东西 他会这样子做 可是我就也是可以做得到 跟正常人的时候完全是一模一样 其实为什么从小的时候 你就会对乒乓这么感兴趣呢 因为我的父亲 他是比较喜欢看运动的 他经常都看雨球啊 足球啊 乒乓之类的 在我一年级的时候 读回正常的学校 然后我就去课外活动 一拿乒乓拍 然后教练就觉得 你学习得特别的快 训练特别的快 然后从那时开始 我就觉得反正我是长期 然后我也可以给自己有一个信心 就是我会的运动 如果也可以上课 然后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 我就要特别努力 后来才发现乒乓长期 对 这里就是你们练习的 对 所以你们打乒乓的话 一定是在这里了 对 哇好大哦 这个地方 对 这里就好像一个 stadium那样 那乔明你们一天 这样要练习多久呢 我们一天会大概训练 五个小时左右 早上训练了一节 然后下午我们会休息 在早上呢 我们就会跟教练 训练对打的计划 是 然后在下午的话呢 我们就有比如说这种 多球的 就是教练会发给我们很多不同的计划 然后我们早上跟下午的计划是不一样 不一样的 其实在打乒乓也是要用很多脑的是吗 因为我们在思考这个球要怎样打 对方也是一直在想我们的技术 如果到了一样的水平 我们就会用脑更多了 就是除了斗拥也要斗智了 到我正式开始出国比赛 我就会觉得我跟外国的选手有一段距离 然后我就比一般人训练的多 就造成我的身体可能会比一般人的差 可能我会经常生病 这样你如何照顾呢 我觉得饮食一定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训练量很大 然后如果我们吃不够的话 可能第二天我们也没有力量去训练 最重要的是蛋白质 因为我们训练过后 可能身体肌肉啊会疲惫啊 然后会疼痛啊 所以一定要吸收足够的蛋白质 那么在市场上有这么多的蛋白质 那如何挑选的呢 我会选择Kinohemitsu Voucher 因为它是全天然的蛋白质 里面有大豆 碗豆 藜麦 还有大米 因为我们比较注重全天然的产品 因为我们到了一定的成绩的时候 我们会经常有时候会有咽尿之类的 就怕你摄取其他的不健康的产品 所以我们会选择全天然的产品 对我们来说我们训练量特别的大 然后我们训练过后 我们身体的肌肉会很疲惫 就要靠一个全天然的蛋白质 Kinohemitsu Voucher 来帮助我们恢复 因为我们会经常出国比赛 而且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我们出到国外 有些饮食对我们来说 可能我们有时会不习惯 吃了过后 我们会遇到可能便秘的问题 因为在国外可能 我们身体不适应食物 所以这个Kinohemitsu Voucher 它里面有足够的卫生菌 所以喝了过后 可能肠胃也会变得消化的快 去到那里训练都好 我也会随身懈怠 因为有时候早上还是训练过后 我们会胃口特别的不好 因为我们身体太累了 而且我们就会感觉吃不下东西 然后我就会喝Kinohemitsu Voucher 来补充我身体所需要的蛋白质 跟营养卫生素 我本身有中过COVID 中了COVID过后 我差不多停了一两个月 不可以训练 我身体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我就会摄取足够的卫生素 跟营养之类来补充身体的体质 Kinohemitsu Voucher 它里面包含了很多卫生素 很多的营养 所以我也不需要再特地地去吃很多的营养产品 其实Kinohemitsu Voucher它是全植物性的 它不含乳糖 所以它不是奶制品 所以乳糖不耐症的患者可以放心使用 Kinohemitsu Voucher它其实是植物性的全营养领 它拥有四种优质的蛋白质 富含Omega-3,6,9的植物性脂肪 然后除此之外 还有28种的矿物质跟维生素 Kinohemitsu Voucher 其实它是有被这个2022年 MIMS Drug Reference指南里面所认证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比较放心使用 Kinohemitsu Voucher是一款植物性营养配方 采用了各种植物性的蛋白 同时增加了HMB以及28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的补益 帮助提供热肠膳食营养需求 提供力量和活力 并有助平衡肠道均群生态 以及促进眼睛健康 观众朋友们马上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荧幕上显示的二维码 进行登录哦 以获取Kinohemitsu 独家优惠折扣 这个优惠 直到今天晚上十二点而已 赶快行动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